庙善来到了白雀寺,打算在这里出家,当主持大师听说,门外来的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,心想肯定又是哪家为情所困的小姐一时想不开罢了,她告诉弟子不用理会,过一会儿知难而退她也就自行离开了,谁知庙善见白雀寺不肯收她,就一直跪在庙门,从白天跪到了夜晚,师太烧完香准备要睡觉了,这时候弟子来报说,那位姑娘在门口不吃不喝跪了一天一夜了,师太一听这才意识到 姑娘没走,连忙来到庙门,对着妙善说,我看你小小年纪,正是豆蔻年华,你又何苦要出家呢?而妙善却说,她已向佛祖许下红侍大愿,如今是要还愿来了 主持师太这时又说,出家人供佛修佛,而不求佛,师主今日是有求与我佛而来,你还是请回吧 可是妙善铁了心非要出家不可,师太见状也只能让她在寺内暂住几天,观察一段时间在做出家打算,听见师太肯收留自己了 一时高兴之下,又饿又累的她又给晕了过去,要说还真是天意,妙善进入白雀寺第二天,宋多就回到了家 老两口看见宋多回到了家,也是觉得这也太灵厉了 当宋多得知妙善为了她而出家,急得要命,连忙去白雀寺找妙善了 没想到妙善刚到白雀寺,就遭到两位师兄妒忌,咱们每日都得打扫院落,她倒好,每日只训练经就成,这对咱们也太不公平了吧 你们说什么呢,师太 师太训斥二人,你们争多论少,心存妒忌,一点也没个出家人的样子 于是罚二人去厨房劈柴三日,师太又找来妙善,对妙善说,她作为主持得一碗水端品,你以后不能只看经书了,得参加劳动了,那就负责跟着师兄一起打水吧 是,一切谨遵师太吩咐 宋多在去白雀寺的路上,遇到一伙贼人在抢劫一位姑娘,于是路见不平就了这位姑娘 此时她还不知道这位姑娘就是当今的二公主,也就是妙善的亲姐姐 从此以后她也跟二公主结下了不解之缘 妙善刚提着一桶水来到寺门口 还没进门就看见福天福药两位师兄站在门口 行了行了,你就放在那儿吧 拜 麻烦你帮师姐把这两桶水打满了,谢谢啊 妙善只能又回去打水 刚好被丞相公子吴庆看到,吴庆瞬间就被妙善的美貌吸引住了 便吩咐旁边小弟去把妙善抓来 哎姑娘,别走啊,我们家少爷是当今丞相之子吴庆 看上你,那可是你的福气啊 请让开,我对你们家公子没什么兴趣 我要记得和寺庙 只见吴庆跑过来色眯眯地看着妙善说 这么漂亮的姑娘出家了,岂不可惜 我看你还是跟我回家跨会一下吧 说着就把妙善抓了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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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